大家好 歡迎來到愛媛神頻道 如果你賴崩鐵就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們將為你帶來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資訊 記得要點擊訂閱按鈕喔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崩壞 星雄鐵道 花火同行任務假面雙人物劇情全流程 全程無戰度加載 請謙亮 對於您這樣身份尊貴的客人 我難以找到更妥貼的成果 你一定是來體驗的沒問號的 我已做好準備 請注意 雖然B店的商品均已通過027號欠損菲勒斯 和076號實在解荒原兩下安全協議檢驗 但這場夢 它是一段稍微經過修飾和打磨的新鮮技藝 什麼要刺激 資訊玩家將這種夢成為此身 我不確定這點是否合你胃口 我有任何不適 請立即離開夢境 並尋求專業的醫療幫助 很幸運 我正是一位優秀的醫生 雖然是精神科的 讓我們開始吧 請您別上眼睛 將額頭抵在夢泡上 哦 對了 那位優雅的女士臨行前還有一句綜言 這段記憶的性質有些特殊 為了其他顧客的夢境體驗 還請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結局 在我看來 這毫無疑問是一場謀殺 謀殺 這個詞對我們太陌生了 在家族的保護下 皮諾康尼不可能出現任何傷亡 在夢中 就算一個人被鐵錘毆打千百下 充其量也只是在現實酒店中請來 話不能這麼說呀 就算結果夠不成傷亡 這犯罪意圖也夠明顯了吧 你們特地過來封鎖現場 不就是因為這案子性質惡劣 你說的也對 即便不會真的受傷 但好端端走在大馬路上 就被人用錘子一頓亂砸 這絕不是該發生在皮諾康尼的事 二位既然是項目加息派來的 現場就任由你們調查了 我會在一旁待命 好姐姐 你究竟使得什麼法子啊 讓她轉眼就相信 咱們是什麼偵察人員 只是一些記憶層面的暗示 如果一件事出現在所有人的記憶中 那麼它就是事實 讓時間再充裕些 讓她相信我是童鞋本人錘鏡 也不是不可能 那麼接下來 我們來聊聊你這位同伴吧 一庭的議員 我注意你很久了 我住酒店時你就在偷看我 來到夢境後 我去哪你就跟到哪 商業街的櫥窗裡 愛天公園的水面下 甚至酒杯的倒影裡 無處不在 親愛的 你是不是暗戀我呀 好呀 既然你對我這麼感興趣 咱們就玩個遊戲吧 嗯 我在奧迪購物中心附近 給你流落到謎題 解開它 證明你有能力取悅我 如果你能做的 我們也不是不能談談 別讓我等太久 親愛的 在匹諾康尼被繳到天翻地覆前 試著找到我 抓住我 阻止我吧 事實上 來到匹諾康尼的議者 不止一人 他把我和其他人弄混了 不過也無妨 面具中提到的地址 就是這裡 只是沒想到 花火小姐口中的遊戲 竟是在匹諾康尼街頭 打開殺戒 唉 受到如此直接的挑釁 我也多少被激起的信號上心呢 姐 你饶了我吧 他說的這些我真不知道 都給你查過腦子了 我只是朋友一查 幫他送個信而已 誰知這不是送信 是下戰書來了呀 都說兩軍交戰不展來勢 你放我走吧 你們玩得太大了 我實在賠不起 很害怕的表情呢 放心 既然此事與你無關 我不會為難你的 就當陪我走走吧 唉呀 看來這偵探助手 我是逃不掉了 行吧行吧 唉 都什麼事兒 二位想知道什麼 儘管開口 受害者的身份是 是為星際和平公司的職員 或是 似乎是襲擊者 從別處偷來的美夢劇團 故意放在這兒的 真氣人 簡直就是不把公共秩序 放在眼裡 那倆東西一直不肯說話 不知道二位能否撬開他們的嘴 看來 那就是花火留給你的謎題了 有發現什麼線索嗎 因為是突發事件 沒什麼有用的線索 只有襲擊者使用的凶器 和受害者的證件 那人沒帶走凶器 大概是在向我們挑釁呢 太可恨了 那位山馬里先生現在在哪裡 我想和他見一面 恐怕不行 向穆加西出面安撫了他的情緒 山馬里先生 對夢中的不可思議表示理解 前往其他夢境繼續度假 還是不要打擾他了 客人們的體驗 永遠排在第一優先 等找到他 怕不是半個皮諾康尼 都要被花火送回現實了 看來我們不得不陪花火小姐 玩這場遊戲了呢 黑天鵝大人 我們總算等到你了 我是此地的捕頭 旁邊那位 則是協助我一起辦案的捕塊 呦 盤腿叔叔 你怎麼叛變了 還真開口說話了 黑天鵝小姐 他們果真是衝著你來的 少查點 有你說話的分 呃 嗯 聽聞黑天鵝大人 智傑超凡 小萊 並能解開這起花火大人 遇害案的真相 花火大人遇害案 受害這不是星際和平公司的 沙馬里嗎 您弄錯了黑天鵝大人 遇害的分明是金錘家的家主 金錘花火大人呢 哦 看來這是花火小姐 自導自演的小劇場 和實際案件並無關聯 金錘是她的姓氏嗎 沒聽說過呀 隨口編的吧 嘿 我看花火啊 也不像什麼真名 今天 本應是花火大人 在金錘府邸接見手下 三位勇士的日子 可當勇士們走進府邸後 看見的 卻是花火大人的屍體 花火大人的腦袋 被錘子砸開了花 當場逼命 哦 多麼殘忍的暴行啊 嗯 據我調查 案發前日 三位勇士本應押送一批貨物 回到領地內 誰料在路上遭遇了 山賊泯滅幫的襲擊 三人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 但貨物卻被劫得不收多少了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有為了逃避責任 而殺害花火大人的動機 如此看來 是三位勇士聯手行凶 嗯 嗯 哈哈 這是結案啦 不 不對 凶手只能有一個人 三個人都是凶手 還算什麼一言 稍等 稍等 呃 呃 實在緣不上就算了吧 有了 他們三人為爭奪二把手的位置 關係極其緊張 根本不可能合作 所以 必然是其中一人 單獨作案 其實不太講得通 就算這三個人關係不好 可是 請黑天鵝大人開始調查吧 案發現場留下了許多線索 一定能幫助您 鎖定這凶 我已備好案件卷宗 您可以向我了解更多 有關嫌疑人的信息 嗯 裴天鵝大人 請讓我向您介紹本案的三名嫌疑人 佐羅 中山 和阿佑 佐羅是花火大人布下漢將 在對抗山賊時 奮勇抗泥 右手不幸被斬斷了 現在正在練習用左手鞋子和拿筷子 哎 真是可憐呐 中山這人 膽子比較小 遇見山賊轉身就跑 結果撞到了山岩上 整張臉都破相啦 哎呀可惜可惜 以前他可是城中難得一見的美男子呀 最後是阿佑 哎 這傢伙貪得無厭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竟打算私吞剩下的貨物 謊稱是被山賊全部搶走了 佐羅和中山氣不過 就把他的腿打斷了 哎 等等 我給讓我暈了 這左周又都是啥來著 嘿嘿 怎麼樣 您記住了嗎 需不需要我再講一遍呢 不必了 我都記住了 哼哼 真不愧是一遍 看 這有張證件 人才激勵布 沙馬里 是受害者的東西 隨著沙馬里先生的驚醒 他的隨身物品 本應一併從夢境中消失才對 這張證件應該是花火小姐放置的 為了證明他確實襲擊過某個人 我這個乖乖 我這個乖乖 這錘子分量可不輕啊 你應該就是花火大人遇害案的兇器了 花火小姐也是用他洗技的山馬里先生吧 這東西我兩隻手拎著都費勁 真不知道花火是怎麼用他來打人的 就這點證物啊 這叫人怎麼打體嘛 嚇我一跳 你什麼時候跑出來的 你們發現的兩件證物 是和沙馬里遇系相關的東西 花火大人物盡其用 將他們也當作了謎題的線索 但還有一些別的線索 被放在了更不礙事的地方 這是否有些多此一舉了 哦不不 如果在犯罪現場放一堆無關緊要的東西 不就成嚷亂搜查了嗎 花火大人可是守法公民 絕不給家族添麻煩 他人還怪好的 看來花火小姐是想為調查 再多添幾份樂趣 我們就收下他的好意吧 請來這邊 偵探助手先生 這個小巧的裝置是做什麼用的 可以為我解釋一下嗎 看上去像是個按鈕 別按 這聽起來似乎沒什麼區別 的確沒什麼區別 呃 哦 您不問問這是為什麼嗎 那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 公平 有毛病啊 這又是什麼東西啊 毛絨玩具 是 而且不論形象 為何是星球列車的列車長 這個玩偶也和案件有關嗎 您有所不知 這在推理故事中 叫紅飛女 意思是 誤擋思路的假線索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但你這麼直接了當地說出來 它不就沒有用了嗎 這 這不是怕二位沒能查見 花火小姐的巧思 我以為他隨便扔了個沒用的線索 嗯 嗯 多謝你的良苦用心 那我們就假裝被紅飛魚誤導了吧 這個玩偶也和案件有關嗎 也不必這麼給他面子吧 這張告示 似乎是花火留給我們的提示 剛聽著 還像個古代背景的故事 怎麼突然冒出個人臉識別系統 很有他的風格不是嗎 看來沒有別的線索了 我們會安發現場吧 接下來 就該鎖定兇手的身份了吧 可這些證物 我看了半天 也沒覺得哪個可以指認真兇啊 佐蘿 這家外的手好像斷了 記得中山是把臉摔破相了 沒錯吧 這人我印象很深 阿佑都腿斷了 不如將思路反轉過來 思考誰不可能是兇手呢 畢竟前一人只有三位 一一排除也不是唯一一種方法 聽這話 你是已經有頭緒了 快說來聽聽 所以 兇手究竟是誰 記得中山是把臉摔破相了 沒錯吧 可憐的人 可憐的人 臉上受了重傷 就算能保住美貌 最近也不得不纏著紗布出刑吧 如此一來 他是無法通過金錘斧底的人臉識別系統的 如此看來 中山不會是兇手 所以 你只能是阿佑了 我將告訴你 我的確是這麼考慮的 所以 你究竟為什麼 兩個奇形怪狀的傢伙 嗯 多辦就是這兒了 現場沒有其他人 看來花火小姐用了相同的手段 把夢中的人送回現實了 我們先和那兩位談談談吧 哦 你 昇責的方式比我外婆家後院蘋果樹上拍著的嗎 還要稀鬆平常 这期的小剧场是现代风格呢 还是谈谈这起难解的一案吧 这座案件的受害者 是一位名叫花火的银河腐烧 又是花火 他就这么热衷于把自己写死 哦 我莫子神在上 你要是再踩我的台 我发誓一定会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花火大人来到这家服装店 想为自己购买一条崭新的领带 可他进入试衣间后 久久都没有出来 店员进入试衣间查看情况 却发现了花火大人的尸体 他在试衣时被人勒死了 而现场共有三位新衣人 分别是PPC店员阿佑 狐人赌徒中山和 致谢富商Soro 这三位也是老朋友呢 哦 还不是为了方便你们建议 这次还给他们补上了种族细节 方便区分 哦 花火大人真是崭新人后 最后 根据监控录像 目击者证词还有各种万七八糟的证据 凶手一定在这三个人里 而且他们绝对不是共犯 你彻底懒得圆了是吧 哦 乐子审在上 多和你说一句话 都玷污了我高贵圣洁的魂灵 Black Swan警探 当然是在这边 您可以向我了解更多有关嫌疑人的信息 相信您一定可以拨开迷雾 找到杀害花火大人的凶手 我来为您介绍下本案的几名嫌疑人 身份都不复杂 首先是店员阿佑 他是个皮皮西人 身高还不到花火大人的腰 这一点常被人取笑 令他变得有些阴暗 然后是富商Zorro 他想加入皮诺康米的商事集团 同花火大人是竞争关系 也许这就是他的杀人动机 贼横是赌徒中山 他曾在一场赌局中输给花火大人 不得不交出自己的传家之宝 可能正因如此 他对花火大人怀恨在心 这就是全部的信息了 需要我再复述一遍吗 不必了 我记得住 上躺着一本账簿 想必是花火特地留下的吧 飞页上写着钱可通 是个人名代号 看着像是这账本的主人 这位钱可通 应该就是这次被花火盯上的受害者了 他有一根领带 那小剧场里说 死者是被勒杀的 莫非这领带 就是这次的双关凶戒 脸带标签上写着 佐罗大人御用 似乎是花火小姐的个人物品呢 御用这词 不是什么用的吧 看来和第一案一样 现场只有这两件证物 剩下的 又给他藏里面了吧 花火大人不想扰乱侦查吗 好一个不想扰乱侦查 这花火啊 真是个遵戒守法的好公民 那他怎么不去自首呢 一个小板凳 倒还算正常 上面画了两个小角印 还是用蜡笔画的 比常人小一半的脚印 应该是提提西人留下的吧 也可能只是这人的话界 非同凡响 什么味道这是 地上怎么有条烟熏鱼 曾伯先生 仔细看看 这是一条尚好的烟熏红纷鱼 救命啊 这小伙真的太冷了 即便在我认识的鱼者中 花火小姐的幽默感 也别具一格吗 你见过很多假面鱼者吗 不多 也就四五位吧 毕竟我更喜欢沐浴在阳光下的 令人温暖幸福的记忆 他们通常属于更善良的人 原来里面存了个戒指 这也是证物吧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放在机关里呢 因为这戒指是在受害者口中发现的 要还原现场啊 在受害者口中 这戒指侧面还刻了一行字 中山家船 应该没别的了 咱们出去吧 我得向你表示感谢侦探助手先生 不过 这次的谜题似乎有些奇怪 你已经看出凶手是谁了 只是一些浅浅的直觉 总之 我们先去向那位警长汇报吧 哦 乐子神在上 你想到Black Swan警探 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样 你找到凶手了吗 姑且算是吧 哦 真不愧是Black Swan警探 你就像我Frank一副家 车库顶棚上的 拿我喜鹊一样机敏 好家伙 直接给您换了种鸟了 那么请问 凶手是谁 又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它是凶手呢 好啊 那就让我们 见上一下您的推理吧 哦 您已经找到答案了吗 这中山是个赌棍 之前和花火大人玩捞金鱼 连传家宝都被迎走了 证据就是这枚戒指 对吗 哦 没错 正是如此了 独徒中山穷困潦倒 怎会来到这样高档的服装店 因为他是来盗窃的呀 他刚偷了左手的领胎 终于逃走却看见迎走自己传家宝的花火大人 于是他闯入十一间中 试图讨回戒指 谁曾想 花火大人竟将戒指吞了下去 中山不得不用手中的领带勒住对方的脖子 阻止他将戒指推下肚 没想到竟失手勒死了花火大人 真是一场惨剧啊 若不是有您这样明察秋毫的神探 凶手一定会逍遥法外 呃 是不是不太对啊 这也太简单了吧 虽然第一二也不难 但这个 如你所想 这些政务指向的结论之间 也不存在互斥性 这应当是 花火小姐的又一个恶作剧 侦探助手先生 请你随意指认一位嫌疑人为凶手 哦 原来是这样 警长阁下 凶手是左罗 证据是领带 对吗 太对了 三炮警探 没想到 您也要推理出真相的时候啊 警长阁下 凶手是阿佑 证据是摆凳 这个对吗 对啊 哦 乐子身在上 我怎么从没发现 您拥有如此智慧 那 压根就没有凶手 证据就是那个戒指 算了 这我随便乱说的 哦 天呐 副警长阁下 难道他真是天才 如此难以想象的谜题 竟能被他轻易揭开 看 花火小姐给我们出了一道 所有选项都是正确答案的谜题 哦 何必那么认真呢 花火大人是假面女者 不是假面天才 想要有挑战性的谜题 请出门又转博师学会 我们只负责娱乐性拉满的推理体验 总之 鉴于神探 刘罗是个富商 和花火大人龙争虎都数十载 可真是视同水火呀 哦 这证据好像没法证明他是凶手吧 竟然不行吗 我还以为每种组合都有一种解答呢 不要太过分了 花火大人也是会累的 果真和你说的一样 解密就是个幌子 那姑娘春拿咱们寻开心呢 现在怎么办 就一直被她牵着鼻子走 花火小姐着实是位有趣的人 她的内心看似混乱 却又很容易理解 像一位舞台上的灵人 又像个渴望被注视的孩子 游戏马上要结束了 这一次我们会追上的 黑天鹅小姐 桑博先生 你们终于来了 我是匹诺康米的名侦探 旁边这位是我的侦探助手 这里已经发生了 连我们都感到棘手的密室杀人事件 不出所料 又换设定了 昨日 我和助手前来拜访 大医术家花火大人 并在她家中借宿一晚 可第二天早上 花火大人却迟迟没有 从卧室中出来 管家中山说 房门从里面反锁了 他本不该打搅 可花火大人从不会这么晚起床 而且无论他怎么敲门 里面也没有任何回应 我一听就知道 这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当机立队 撞破大门 冲进了房间 房间里 到处都是血呀 花火大人的尸体 就躺在正中央 面色白得像血 一看就知道死去多时了 我赶忙抓起一旁的画布 为花火大人指血 可 可怜的花火大人 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时在现场的 除了我俩和管家中山 还有厨师佐罗和四季阿佑 黑婷娥小姐 你要做什么 想必现在 花火小姐正在精心布置 下一个案发现场吧 不如略过那些复杂的过程 和我来一场敞开心扉的交流呢 可能会有点痒 怎么办呢 走吧 不能让女孩子久等呀 喂 黑婷娥小姐 等一等 等一等 花火大人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宣布 现在就是一出戏剧 最令人激动 也最浪漫的时刻 挑战观众环节 众所周知 可拍的假面女者花火 可以变化为其他人的样貌 而在这出镜幕中 大反拍花火 已将自己伪装成了另一名角色 那么请问 这名角色究竟是谁呢 另外 另外一种不想挑战的 密室杀人事件 若周围有兴趣 也可以试着推理一番 包括好不容易想出来的谜题 可别浪费了 以上便是假面天才花火大人的挑战书 所有线索已经被齐 竹青少年愉快 没有奇怪的美梦剧团 也没有满地的证据 咱们终于追上它了 可那是什么东西 一个贝洛伯格的垃圾桶 在匹诺康尼 哎呦 爱的艺者还有孩子说说你们可算来了 我想到你们正该跳过上一道谜题 那可是我的自信之作 我算了算了怀活待人不及小人过 来吧 这就是最后一问 听听听 什么时候我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这次怎么不是命案了 偶尔也要来点轻松的嘛 来吧亲爱的 快点出你的回答吧 既然你以这副姿态站在我的面前 那我猜 答案是垃圾桶 对吗 不不 回答错误 你不会以为表现已久的梦对吧 正确的答案是 花火 早上快快地爬不起床 中午都被心跑到处忙 晚上来到啪啪 可还要抬起手刷牙 好可怜的花火呀 最当然是 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还有晚上三条腿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真是可爱的答案哪 谢谢你的夸张亲爱的 不过 鉴于你刚才的作弊行为 这次可没那么好呼喽 答错了 就接受惩罚吧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这家伙怎么回事 怎么还突然动手呢 没声音了 这家伙可算安静了 姐 咱们赶紧打开盖子 把那姑娘揪出来吧 等等 先别动 我对劲 姐 你 你把花火给打死了 这 这怎么可能 皮诺康尼的梦里 怎么会死人 刘光一停的 你做了什么 是你干的对不对 在梦里杀人 只有记忆的力量 能做到这事 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就因为他捉弄你 跟你开玩笑 你就要杀他灭口 我懂了 你坚持不肯放我走 就是为了拖我下水啊 如果我不答应 下场 下场就会和他一样 皮诺康尼的美梦中 不存在死亡 这是家族的陨墨 也是铜鞋的庇佑 就算是一辙 也无法打破这道屏障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如果你只是想确认这件事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花火小姐 花 花火小姐 你 你在和谁说话呢 你呀 花火伪装成的另一名角色 不就是你吗 桑伯先生 这 这样你可不能乱说呀 您要是想指认我是花火 可得提出相应的证据才行 哦 证据怕是有点难了 所以 推理也可以 最后那一提的提示 稍稍有些明显了 哦 是密室杀人事件 我还以为 您不打算理会他们呢 那可是花火小姐的心血 我怎么舍得真的跳过呢 解谜的关键 在于侦探提出的两个信息 第一 现场有很多血迹 第二 受害者明显已死去多时 以我尚全的认知 只能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是 凶手似乎没有制造 密室杀人的必要 因为密室总需要一个存在的理由 可按侦探的描述 这件密室并没能延缓 目击者发现尸体 现场也没有可供嫁祸的第三者 挨满地鲜血 也不像是要伪装成刺杀 如此一来 凶手似乎没有制造密室的理由 也有理由推错 如果现场真的是密室 那制造出密室的人 未必是凶手 至于第二个结论 就更显而易见了 众人闯入现场时 助手为什么要冲上去止血 这样的专业人士 怎会不惜破坏现场 也要抢救一个明显死去多时的人 答案很简单 因为侦探助手 就是凶手 当时走得匆忙 没有听完整个谜面 我姑且做出如下推测 凶手在前夜杀害了死者 但并没有反锁房门 因此当他得知这一信息时 就意识到 是一期尚存的死者 自己制造了密室 为此 他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确认死者是否留下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还从他的行为来看 应该和那块画布有关吧 也许死亡信息就在其上 当然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思维游戏 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 花火小姐只是为了暗示我一件事 凶手是侦探助手 也就是你 桑伯先生 尽管我一直在使用这个称呼 但他最早是你提出的 有没有人说过 比起一者 你更像是一位侦探 在我看来 这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循着水面上的细微波纹 使用一些能力和技巧 不断深潜 触及人心中最深的秘密 将其打落 悉心保护 真相不会说谎 记忆也不会 非常精彩的推理 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了 只不过 我这还有另一个谜底 您想听听看吗 另一个谜底 大艺术家花火 繁琐上卧室的房门 用红色颜料 制造出了到处都是血的假象 而那位第一个冲进室内 并证明他已死亡的侦探助手 并不是凶手 而是协助他炸死的供犯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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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你真的只差一点点点点就答对了 可惜 正确答案是 花火大人的尸体 花火 伪装成了花火的尸体 也能算是一个角色吗 怎么不能呀 那三个小剧场 可是每个都出现了花火大人的尸体哦 虽说是有些刻意的强调 但也并无不可吧 那这位松伯先生又是 美丽的女士 我一早就向您坦白了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帮朋友送封信而已 原来 是我从最初就落入了 愚者们的陷阱 亲爱的 何必这么认真呢 你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至少我很开心呀 你拿走记忆 我收获欢愉 我们能从彼此身上各取所需 既然这么桃源 你我又都是孤身一人 何不 与我同行 一起跳支双人舞呢 哦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一位假面语者 向我发出了合作的邀请 一场空前绝后的好戏 就要在匹诺康尼上演了 来不及登台的人 就只能退居幕后 要欣赏这出戏剧 你只能凑上台前 站到聚光灯下 看一切围着你手舞足蹈 跟我走吧 这里 才是最好的观众心 虽然不明白 你为何如此执着于破坏家族的翻领 但我已说过 医者帮不了你 便请高明吧 另外 我也不觉得你孤单 我不是指他 还是说你背后 雇佣你来匹诺康尼的那位 应该不希望你和其他势力暗中来往吧 嗯 你怎么知道的 虽说记忆就像深海 但想一鱼两吃 海里的鱼 可未必合你胃口哦 那你的意思 是要拒绝了 忆者 你觉得你能安然离开 为什么不能呢 亲爱的 不吓你了 你会知道答案的 迟早的事 今天就当浅浅认识下 什么时候改变心意了 就来酒馆找我吧 前提是 要找得到 我们走啊 三 三 三 伯 嗯 三伯 是谁啊 我这是 这里不是贝罗伯格 我说了 为什么不能呢 别担心 太过粗暴的方式 有唯我的记忆美学 所以等我离开 所有人的视线 你们就能重新 想起一切了 以及 对不起啊 亲爱的 心移动舞伴 我已经有人选了 这可真是一场 特别的美梦 您注意到 它嵌套式的结构了吗 在梦境中 参与出演一场舞台剧 就像梦中梦一样 诡异又迷人 黑天鹅女士的梦跑到此为止了 请问 您对这次体验还满意吗 我注意到 这段梦里似乎出现了 您熟悉的人 需要再次提醒 梦只是梦 在皮诺卡尼 梦可以被加工 也可以被篡改 梦中之事不可尽心 更何况是他人的梦境 若有任何想要确认的信息 还是在清醒的现实中完成吧 祝您做个好办 哎呀 真是的 我又不会真的对他做什么 别管他一辙了 来聊聊我的事吧 该帮的忙我都帮了 按照约定 该把我的面具还给我了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 假面愚者也要遵守约定呢 开玩笑的 我就爱看你这表情 拿去吧 酒馆地窖的钥匙 在左手边第三个桶里 别说是我给的 不过啊 桑伯 时隔这么久 你怎么突然想起拿回面具了 这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让我猜猜 亚利洛六号大灾将至人了 对吗 这个嘛 无可奉告 不过我很喜欢你说过的一句话 好戏就要上演了 来不及登台的人 就只能退居幕后 很有道理 偶尔我老桑伯也想上台 欣丑一番 要是你万策近了 记得联系我哦 我这个人 很重视情谊 免了吧 你离贝露伯格远一点 就是帮了我大忙了 毕竟花火小姐寻求的欢愉 松伯格不敢恭维啊 走了 替我向乔瓦尼问个好 知道了 我就是随口说说 别当真嘛 一个两个都这样 何必那么认真呢 我就是随口说 不要紧的 好 我的好 我 路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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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